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來為大家介紹的是 一套讓我很驚豔的科普店讀書 叫做My First Discoveries 英文探索小百科 它的第三集 它的主題是植物與昆蟲 那之前我曾經介紹過 這系列的第一集是Human Life 這個 還有它的第二集是Amazing Animals 中間這個 然後現在呢 它終於今年 它大家期待已久的第三集 植物與昆蟲 叫做Plants and Insects 終於也上市了 那這套的原版它是英文的 那第三集的主題 它包括Flowers 這個 還有Fruit 然後Trees Vegetables The Butterfly 還有Insects 它總共是花草樹木啊 蔬菜水果 還有常見的昆蟲 那我自己覺得這一套呢 它這個一共六本 是這整個系列中插圖最美的一套 然後它也能夠讓孩子在 深入前出的圖文中認識珍貴的自然環境 它也是一套很精彩的飲食教育 奇萌繪本 另外還有蔬菜水果 那市面上的科普同書選擇其實蠻多的 它美麗精緻的也很多 那可是很難找到像My First Discovery 這樣子 它同時兼顧了美感和知識性 然後它有中音雙語的音檔 那還有點讀錄音的功能 然後雙面膠片的 很適合親子互動的設計 所以它是眼耳手口接到 那我覺得是非常棒的佳作 那在這裡的話呢 我就會推薦給 這套呢 我會推薦給大概幼兒園中大班 到甚至到小學生 大概四歲以上到十二歲以下的孩子 他是最能夠接受這一套 最能夠理解這書中的資訊 但是因為這一套呢 它都是後紙和膠片的設計 所以它其實是非常耐操的 它不太容易折損 那四歲以下的幼兒 大概兩兩歲以上呢 我覺得就可以在家長陪伴之下 嘗試用比較輕鬆的態度 一起來共讀 那比較喜歡吃東西的小朋友呢 他還可以從餐桌上常見的 水果蔬菜開始讀 然後昆蟲迷呢 會喜歡這個蝴蝶 還有昆蟲這兩本 那花朵樹木這這兩本的話 我覺得是美到連成人都會想要珍藏 那現在我就帶來 帶大家來看一下他的 就是幫大家開箱一下 那這一套他有什麼內容 還有他的點讀音檔 聽起來是怎麼樣 那這一套呢 他主要的內容是 除了這六本科普主題的 膠片點讀書之外呢 還有六頁中文情境故事點讀的貼紙 那這個我是已經貼過了 那這邊有一套新的 他的貼紙是這樣 像這樣子 那這個是每一本呢 都有這樣子一頁 那可以看到他這裡面的貼紙就是有 像這樣 這邊是已經貼好的 那貼紙 因為他這個內文呢 他主要是有英文的音檔 那你可以聽他的這個英文朗讀的音檔 但是英文的朗讀呢 他其實是比較知識性的 然後比較單調 一定要他是有朗讀的 直接講內文而已 那他另外我覺得最精彩的 其實是中文情境故事的 這個有一點像廣播劇 那這個部分呢 因為他沒有內建在書中 所以是用貼紙的方式 他這個貼紙裡面已經內建了這個 中文廣播劇 還情境故事 他的音檔呢 就每一頁對照的部分 他就會照著有書頁 你可以看到他上面的圖 他把它貼上去 另外還有錄音貼紙 錄音貼紙的話是隨便你要貼在什麼 地方你可以錄下 比如說只是英語口說的部分 或者是錄下你自己的心得 或者是親子共讀的歷程 都可以把它錄下來 然後這個可以無限詞的重錄 像貼在哪裡都可以 然後他是N次貼的材質 所以把它撕起來也是重複撕貼 是不會上書頁的 好 那我現在來先大家聽一下 他的像是這本 從Flowers開始聽起好了 每一本我都稍微帶大家翻一下 然後稍微聽一下 然後還有他的內容是怎麼樣 那我們要期待點毒工的話 就點這個封面 My first discoveries 好 那這個呢我就點 假如我要點這個 Flowers OK點在這裡 A crocus Pushes out of the bare earth It is spring Crocuses May be purple white or yellow 他這邊講的是翻紅花 他這邊講的是花 他這邊有講 子蕊啊 雄蕊啊 這樣子概念 他這個英文英檔呢 你可以聽到他其實是 刻意用比較慢的速度來適合 就是非英語系的國家 英文不是母語的國家 的小朋友也能夠聽得清楚 然後能夠照著他 就是附送朗讀 也是比較容易的 雖然他的內文是有一定的難度 可是 因為他很棒的是 他有附一本學習手冊裡面 所有的單字 他其實都幫你查好了 然後還有相關的一些 科學小知識或者是繪畫 都可以 家長可以跟小朋友一起讀 所以你不用再自己花時間去查字典 那碰到 你不知道什麼是Crocus 那沒關係 這邊都已經幫你查好 他是翻紅花這樣子 好 然後呢 最棒的是他的中文的英檔 我先大家翻譯一下 他這裡膠片功能我覺得很棒 你看 像他這個花蕊啊 他原本是這樣子 你把它打開來 你就可以看到他的子蕊熊蕊 藏在裡面 藏在裡面 還有他的這個 像這隻蝴蝶 他原本在這裡肥肥 然後他要來採蜜 或者是能夠授粉 他就是跑到這裡 從這一葉肥到這一葉 然後他這裡面呢 他經常用一個這樣子凸解的方式 從左邊到右邊 分別是這個蒲公茵 他原本從花苞然後盛開 然後這是花苞枯萎之後 然後這是種子 他在肥 都在一個跨葉上 把這個知識給解決 所以他的文字雖然很簡短 但是他傳達的東西 我覺得是很深入淺出的 那這是草莓花 好我們一邊來聽一下他的那個 中文的情境故事 中文的情境故事呢 他這個雖然 他照了這個頁面 那大家注意一下 他這個01呢 是播放整本的 這整本的故事 那02開始呢 就是他每一個這一頁對照的 情境影檔 那我們來聽一下像這裡 他這個前面那一段開場白呢 是我們家小朋友非常愛的 因為他是每一篇都會有 每一本都會這樣的開場白 有點像科學劇場一樣 啊 滿地的翻紅花 好漂亮哦 現在是春天 正好是翻紅花開的時候 去年我在空地上種滿了翻紅花 今年春天啊 他們全部都長出來了 為什麼叫翻紅花 這花是紫色的 不是紅色的呀 翻紅花是花的名字 它有很多種顏色 有什麼顏色呢 翻紅花 有紫色 白色和黃色的 哇 奶奶果然有研究 一問馬上就答得出來 是啊 因為啊 我很喜歡種花呢 哈哈 所以大家可以聽到 它光是這一頁 它的音檔就這麼多了 奶奶 你真的在空地上 種了很多翻紅花嗎 對啊 我們可以來翻一下這邊 每一種顏色都有種嗎 不過 昆蟲啊 也幫了我的大忙哦 幫我什麼忙啊 當昆蟲 站在花上 稀釋花蜜的時候 他們的身上 我們就先暫停到這邊 大家可以知道 它就是一個像這樣子 有各種不同人物 一起扮演非常用心 錄製的廣播劇 而且它的中文 情境廣播劇的 就是時間都蠻長的 比這個英文的 印檔內容 長很多 所以英文 英文 英檔呢 我們可以用來學習 相關的英文的 科普的知識 然後中文的話呢 它是整個 因為很少的小朋友 都會很喜歡聽 所以只要你家的小朋友 他年紀太少 他覺得這個東西 內容可能對他 科普知識 對他內容比較生硬的話呢 我會建議可以從 中文的英檔先開始聽 然後呢 再來就是 親子共讀的時候 在一起點這個英文的英檔 會加深他的影響 然後接受度也會比較高 我們家的小朋友 就是聽到都不想吃飯的程度 睡覺前也要聽 吃飯也要聽 那這個 他這裡面很多很有趣的設計 比如說像他這樣子 這一頁是 這個香日葵 這邊是陰天 所以他這 香日葵朝在這邊 這邊有太陽 那翻過來呢 太陽到這邊 所以他們就都翻 翻過去翻面了 所以他利用膠片的這個功能 他製作了很多很有趣的情境 那這裡有各式各樣的花 然後還有就是 這些花呢 是在花店裡賣的花 那他分別對照的 他的 他跟他有親戚關係的 是哪一些野花呢 他你可以扔得出來嗎 他這樣子 好 那這邊還有教你做壓花 你看 所以每次在這裡的話 野外的花 那翻過來 放到這個就變成壓花 好 那我們再看看水果好了 水果蔬菜都是 小朋友很容易接受 尤其是幼兒就可以接受的主題 那水果的話呢 好 那個情境故事 我就先不帶大家看了 我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這裡面大概在講什麼 像他這一片水果呢 他最特別的是 他有非常大量的剖面圖 他先告訴你 這蘋果呢 他有多少 呃 他有各種不同種類的蘋果 那就各式各樣的名字哦 那你不用擔心 這裡有什麼 我們都沒聽過的名字 可是這個 在這個學習手冊裡面 你都可以找到他的藝名 是什麼不用自己一個個慢慢找 爸媽不會輕易被烤到 然後呢 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蘋果 這是有皮的蘋果 然後削了 把它切開來之後 他裡面會長怎麼樣 這是蘋果的剖面 然後呢 再來 你把它切開來之後 他會告訴你說 好 假如今天呢 是有一顆像這個種子 他水果是怎麼長成的 是蘋果樹怎麼長 他原本是長這樣 然後再接下來再這樣長 然後呢 他就春天開了花 然後夏天結了果 然後秋天也收成 很成熟了 然後之後這全部的樹葉都掉光 然後再來呢 這是各式各樣的不同的水果 他的果樹分別是長成怎麼樣 這邊是五花果 只是羊梨 還有只是漆果 他切開來又是怎麼樣 他用這個照片 你可以看他切開來的剖面圖 還有每一種水果他的籽 都長得不一樣哦 像是這個西瓜 西瓜這也看起來好吃 還有 葡萄啊 香蕉啊 他把切開來香蕉的籽 幾乎看不見 可葡萄的籽很明顯 他讓小朋友從這樣的畫面中 很容易就看得出來 然後還有這些柑橘類的水果 切開來的剖面圖 還有這個桃籽 桃籽是有硬核 他的籽是有硬核的 他的種子藏在他的硬核裡面 那這裡面一些 相關的這個 我們平常不太會常見的水果 可不知道英文名稱是什麼 那都可以藉由點讀的方式 都可以知道 他的照片也都是可以點讀的 Cherry Cherry Tree 圖也都可以點讀 Cherry Stone 對Cherry Stone 就是這個Cherry裡面 他這個硬的果核 再來這個 哇好好吃的Strawberry 他要告訴你 他上面的點點都是他的籽啊 看看還有各式各樣的莓果 然後這裡有各式不同的派 每個派也都有不同名字 Tart Plum Tart Blackberry Tart 不同的塔 Apple Tart 要不要聽他這 Hello Cherry Juice 他都有他的這個 有吃蘋果的聲音哦 好 然後這是Fruit 我們聽到這邊 然後還有Trees 那Trees這本我也很喜歡 我覺得這是很 連大人都會喜歡的一本 很美的 就是 樹木的繪本 那我們來看看 像他這個啊 他利用膠片 他跟你說 這是一棵栗子樹 他藉由栗子樹來講 樹木的一生 栗子樹呢 他的 這外面有這個硬殼 這到底是什麼 他的種子有硬殼 把它打開這個硬殼 誒 就看到是一顆 閃發亮的栗子哦 What is there hiding inside this spiky green husk a shiny brown conker 好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一個 conker呢 就是這個栗子 他怎麼樣慢慢的長出來 那這葉痕也有趣 你可以從這邊看到 他在 就是地底下的這個 土壤裡面的這個剖面圖 把它翻過來 這個草就蓋住 然後就可以看到 他長成栗子樹之後 他的根系 在土下面是長得怎麼樣 然後呢 他慢慢就是 會 長出這個 然後這邊一個像花寶一樣的東西 Bug Bug 然後再來慢慢再開花囉 開花之後 就會結果 你看他這一片的膠片 他先是這邊開花 翻過來 就變成果實 然後他的果實呢 慢慢就會裂開來 裂開來就會變成 我們剛才看到那個 一面的栗子 就掉出來了 他這葉真的是蠻美的 然後這個我很喜歡這個設計 就是這一個樹後面呢 他告訴你說 其實他看起來 看起來就這隻捉木鳥 可是其實不只哦 你看捉木鳥的聲音 有點小聲 他打開來 你看到哇 把樹皮剝開來 裡面有藏了各種 蟲 然後這葉呢 你可以聽到各式各樣的 這個 各式各樣動物的聲音 有些蟲不會叫的 他就講他的名字 他叫完之後他也會講他的名字 他這邊 小鳥在叫 鳥在裡面 樹種的樣子 把他整個撲開來的頭面塗 然後他還有他不同的這種 不同顏色 不同形狀的樹 他會告訴你是哪一種樹 然後再來是不同的葉子 還有不同的果實 然後最後樹木他可以用來做出什麼 東西 這是木頭類的東西 這是樹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再看 Vegetables 這個蔬菜跟水果都是我很喜歡的 我覺得是很好的飲食教育的入門書 然後再來看看這個蔬菜呢 他是從胡蘿蔔開始講的 這胡蘿蔔呢 他從他的種子開始 他慢慢的 他們很擅長這樣子的一個撲面圖 是從他從此開始 他慢慢的長大 慢慢長葉子 然後發芽 然後開花 然後更長 越長越大 他的過程 然後胡蘿蔔 他可以做成一些什麼東西呢 全部都在這裡 Dried carrots Jar of carrots Chop carrots Carrot cake Carrot car Carrots 對 各式各樣 好 然後我們再來看他的 哇 他這是有不同的蔬菜 像他這些 我們西方常見的一些 像radishes Celeriac Celeriac Radish Bet root 對 這個甜菜跟全部都有 他剖面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告訴你 他吃完 我們吃的成品會是長成什麼樣子 所以他讓小朋友知道說 比如說我平常在在餐桌上看到的這個東西 他原本是長什麼樣子 他你都可以看到 還有他長在土裡是什麼樣子 還有啦 這邊 Leak Onion Turner 這裡面有可能會有一些 我們不常見的西方蔬菜 但你不用擔心他在這個學習手冊裡面都幫你查好名字了 你就可以從裡面找到 我很喜歡看這一頁 原來這些是長這樣 就像就是馬鈴薯 小朋友都會喜歡吃薯條對不對 那你會告訴他說 薯條 怎麼吃的薯條是長這樣 他其實原本他的這個 馬鈴薯是長這樣 他長在土裡的時候是長成這樣 Potatoes 然後再來呢 我看到各式各樣的葉菜類 還有 像這種 其實是 想像水果 水果類的這種蔬菜 對 各式各樣的蔬菜 然後打開來 頭面圖長怎麼樣 還有一些 這些像 長在地上 的一些 其他的Fruit Vegetable 像是 小黃瓜 還是 Peppers 青椒 還有這個 豆子 還有呢 這是 Archichokes Archichokes 我們在台灣比較少吃 這個 潮鮮籍吧 是不是 他其實蠻好吃的 只是台灣人比較少料理 然後他這一種 的豌豆 都是 他是告訴你說 其實這個他們吃的是花苞喔 他不是吃果實喔 這個 Archichokes 和Peace 他都是吃他的 這個吃他的花苞 就是他吃的種子 Peace 是種子 好 只是這本是Vegetables 那我們再來看看 The Butterfly The Butterfly 還有 Insects 可能是 我們家哥哥最喜歡的 因為他喜歡昆蟲 那很多小朋友都喜歡昆蟲啊 那這本Butterfly 我覺得是 很美麗的 他的設計也非常用心 他在這一頁呢 先告訴你 他在白天 像是這些 他有一個這個開創的設計 那這是 蝴蝶 然後翻過來呢 這個晚上呢 白天會出現的是蝴蝶 那晚上出現的呢 是 什麼 是 蛾 他發出這種聲音 蛾發出的聲音 在燈光下發出的聲音 然後再次他一個給你一個超大的蝴蝶的特寫 他告訴你說 這個蝴蝶呢 他的翅膀 其實是 由這個很細小的彩色鱗片組成的喔 他給你看 然後告訴你他的 這個口氣啊 他的眼睛啊 他的觸角啊 還有他的腳 分別有些什麼樣的功用 那蝴蝶呢 這頁我也很喜歡他的設計 就是 他是 告訴你說 同一種蝴蝶 那只會跟同一種蝴蝶交配 那 他這一個 你看他這兩種是不一樣 這兩種是一樣的 所以呢 這隻蝴蝶呢 就會飛過來 就 就來這邊交尾 就藉由這個膠片 他就可以飛過來 那再來呢是 告訴你說 蝴蝶蝶 變成蝴蝶這個蛻變的過程 他一開始下葉子 下蛋在葉子上 然後 把他的這個殼咬破之後 他就一直吃 他剩下這一片 葉子 他直到長得非常大 然後他就會 就變成在接這個油 然後最後就 慢慢的會出來 那這裡面有很多 你可能不會的字 像 Inside the chrysalis A butterfly is forming 像這樣子的油 這樣子 那沒關係也都是可以插得到 在這個學習手冊裡面 然後他出來之後 哇 然後他就會變成 在這個花上面 飛來飛去這樣 就可以跟小朋友玩 然後再來 這是一個 回味裝束的蝴蝶 這葉我也覺得 很有巧思 你找得到蝴蝶在哪裡嗎 還有他的音效 在這裡 對 這是他 好 這是有各式各樣的一些 比較特別的蝴蝶 那比如說是 這種 就是 這種蝴蝶 還有最長的口氣 你看他可以從 站在這邊然後就 飛在這邊然後就 吸到這裡的花米 那這是一個最大 世界上最大的蛾 還有這邊是最小的蝴蝶 這些都是很特別的 就是 金氏世界紀錄的保持蝴蝶 然後這邊有各式各樣 也很像蝴蝶有蛻變過程的一些昆蟲 比如說 Dragonfly 蜻蜓 Lady Bird 這是飄蟲 或是 Cicada Cicada Cicada是蝶 然後還有就是各式各樣的東西 那幼蟲 是長什麼樣子的 好 那這一本呢 還有講你用隻 他可以做一個蝴蝶 怎麼做 好 然後這隻蝴蝶 然後最後我們來看他 這是 這六本裡面最特別的一本 他是一個手電筒的書 那這個手電筒呢 是可以用他 這個膠片 深色膠片 來當做一個 像探照劑一樣的功能 所以這個手電筒 他前面有教你怎麼使用他 那不是每一頁都有這個透明膠片 那這裡就是先跟你講說 跟蝴蝶 有一些像蝴蝶這樣 我們剛介紹過的蝴蝶 蜻蜓他是在這裡 自由的飛上 那另外有一些 蝴蟲呢 比如說螞蟻啊 白蟻啊 蜜蜂他們是群居類的動物 他們會煮個很大的巢 所以這一篇其實是在講 這種群居類昆蟲的夾 This strange mound of twigs and leaves is an anthill 對這就是在講蟻窩 這個很奇怪的一堆樹枝 和草堆茶的東西是蟻窩 然後我們再看看 哇 那我們用這個 手電筒 這是幾片 我們來看看 這個原來螞蟻的窩 他是這樣的 可以看到 喔這裡有他的蛋 這蟻窩下面的秘密 是這樣 他會介紹你 就是這裡面有 queens 然後males 還有workers 不同的蟻就是 蟻 蟻 然後還有這個工蟻啊 還有這個 這個是舵工的工蟻 這三種 然後再來看看 他說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beehives 在這個 在這個 在這個鄉間呢 看過這種一箱一箱的這個蜂窩呢 這些蜂巢都是 就是蜂農他們做的 他們就是用木箱來做 然後這樣子一個一個 然後裡面就是可以 密封在這裡面 把這個蜜存在裡面 所以我們來看看蜂巢裡面 他的構造 也可以用再來看 這種功能 這種膠片功能 小小孩都很有興趣 然後再來他會介紹 就是各式各樣 他們的就是蜂 也是有這個蜂厚啊 然後還有不同的 他的小小baby 他可以從21天內 就可以長大 他這個是個白蜜野外的白蜜球 超級大的 那什麼是白蜜呢 This is a huge termite mound termite mound termite mound 對 然後呢 這裡就可以看到 他是白蜜窩裡面 又是怎麼樣 哇這個超大的 這queen 白蜜的椅厚超級大 然後他最後一頁呢 他是叫你找找看 他就是 這本書裡面 之前有可以找到的東西 他叫你 就是在這些膠片裡面 他高分你可以回頭找找看 有哪些在哪裡 你可以回頭去找 某一個畫面 是在哪裡這樣子 一個找找遊戲 好 那最後一個可以 存放你的手電筒的地方 那假如 這手電筒小小孩 可能比較容易完成 然後你可以 小媽把他護背一下 那或者是他真的玩不見了 或者是 弄壞了 也沒關係 就照著這個紙型 自己用後紙板 然後再自己做一個 只要這邊是白的就可以了 好 那就是存放在這裡 我覺得這設計很貼心 所以這就是這 今天要介紹這六本 然後我是不是還沒有用 示範一下這個 這個錄音貼紙的功能 這錄音貼紙呢 他也是有 贈送非常多張 幾乎每一頁都可以貼好幾張 那我們來試試看 他假如是 你可以用利用來 記錄你的親子共度過程 或者是比較大的孩子 可以練習自己念英文 我們先聽一遍好不好 好 The ant hill is well organized Each ant has a job to do 好 那我們來聽聽看 The ant hill is well organized Each ant has a job to do The ant hill is well organized Each ant has a job to do 他的貼紙很多 這基本上是夠用的 這樣子 忘記介紹一個東西 對不起 呃 就是他的點讀小卡 那他的點讀小卡 那他的點讀小卡是 每一套 每一集都剛好有一個 這三集 每一集都有一個 然後這邊的話 其實就是有這麼一集 我把它放在這個點讀小卡 收納側裡面 我點這裡 他就會發出聲音 那我的點讀比 剛剛剛好沒點了 所以我就不示範 就是我點這方面呢 他會有聲音 然後選擇中文的劇場版情境 或者是英文的 然後再點這個書封面 然後也可以有聽暫停的功能 或者是播放的功能 那就先介紹到這邊囉 拜拜